公路局在8月进行木瓜溪桥改道的扩建工程 而由于目前改建工程仍然正在进行 为了用路人可以在行驶该路段时能够安全的通过 花联县议会副议长徐雪玉特地邀集了相关单位实地会刊 希望在木瓜溪桥两端能够加强相关的安全防护 以及带转区 为机车族提供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 公路局目前正在进行木瓜溪桥的改建工程 日前花联县议会副议长徐雪玉就提出 台九县木瓜溪桥北侧拓宽工程路口的回转道 以及带等区的设置 以及南下车道下坡转弯处危险路口的防撞杆设置 以减少用路人的安全疑虑 就是南下的部分 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干城的部分呢 必须有一个回转道 那必须回转道的时候呢 因为右边的现在已经在做另外一座桥的一个工程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变成说如果要旋转的这个村民的一个安全呢 所以在公路局花树花改的这个乘断长说的是希望能够在右侧的地方震设一个我们的左转道 让我们的机车让我们的交车能够在那边停死 然后震设我们的红利灯 让我们的用路呢能够更安全 那在南端的部分呢 在自雪的部分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新桥南下的部分 因为之前呢 是因为机车没有一个转道 那后来呢 在本期呢 跟我们的陈段长他们联系之后 那我们陈段长马上来做一个修补的部分 就是把它装上了防撞杆 让我们的机车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通道 许雪义也呼应 期盼公路局能够在木瓜溪北侧的路口规划引道至台九县 以便用路人可以清楚看到路口的号制灯 以及南下路口的防撞杆设立 各项的设施完成之后 也由华联县政府交通科 开启路口的三十项号制 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行车安全 记者凌桀 收封箱采访报道